落實基本法23條是我們香港的憲制責任 所謂的朝鑑表 其實只有一個就一定要盡快完成 這個也是行政長官 保安局局長 和我是多番強調 在今次的會面裡面 當然我們和各個部位都有就著國家安全 這麼重要的課題 有很多的討論 6月2號下午正在北京訪問的 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司長林定國 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做出上述表示 林定國首先總結了此次訪問北京的成果 他介紹過去的5天行程緊湊 據悉林定國共拜訪了包括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法治工作委員會和香港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委員會在內的11個部門 大家圍繞著很多的建議 都做了很深入和很具體的討論 例如大灣區之內 完善內地和香港特區 法律規則的銜接 機制的對接 人才的連結 第二 香港和內地民相市 相互或司法協助的一些優化和實踐 第三 加強兩地法律人才的交流 更加好利用香港作為培訓 涉外法治人才 甚至是國際公法的一些人才等等 林定國指出 就大家關心的議題 各部門與律政司已經為進一步落實相關工作 制定了具體和針對性的短中長期目標 相關成果將事實公布 林定國還談到香港法律界助力一帶一路的問題 我們擁有很多優秀的法律的人才 我覺得在未來 為一帶一路的發展 我們法律的捐人人士 應該盡量的爭取多一些機會 包括跟內地的法律界的朋友合作 像把香港打造成 我們常常談的 亞大區的國際的法務 法律服務 還有爭議解決中心 還有第二方面 也就是我剛才提到了 我們香港擁有很多 擁有協外法律經驗的法律的人才 我們可以為國家培養協外法律的人才 進行一些貢獻 林定國表示 此行讓他感受到國家對於香港特區 和律政司工作的重視和支持 也認識到肩負的責任 律政司是會繼續 全面準確地貫徹一國兩制的方針 維護國家的主權 安全 發展利益 更加好運用香港作為國家之內唯一的 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優勢 發揮好我們香港的作用 配合國家的需要 更加主動去積極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 為民族復興的大業發揮更加好的作用 據悉 林定國北期五天的訪問於6月2號結束 這也是他上任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司長後 首次訪問北京